前面就是广咖的 拿到家给我脖子 快递 一个毒贩 一个缉毒警察 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宁志的伪装无疑是成功的 警察开始了灵魂散问 你来本地干嘛 做生意还是旅游 你的身份证呢 宁志反其道而行之 他谎称身份证丢了 如果可以 你能带我去局里补败一个吗 警察点点头 当即就要拉着他去局里 宁志打断了他 对其谎称要先去上一下厕所 之后 甚是将包丢给了他 警察同意了 离开饭桌后 宁志把腿就跑 请注意看警察此时此刻的表情 他不慌不忙 不急不躁 再一次化解为意后 宁志来到了一个小镇 此时此刻距离他的送货地点 已经近在咫尺了 他找到一个黑车司机 指了指地图上圈的地址 司机报价三千 他还价一千 成交 看到这里 很多人都觉得宁志被宰了 其实不然 你往下看 在一条不起眼的乡间小路上 他们遇到了警方的关卡 宁志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只听黑车司机不慌不忙地说的 什么叫做专业 这就叫专业 绝对的物超所值 到达目的地后 司机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宁志给了他一千 他还不满足 或有一种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的感觉 那宁志能惯着他吗 一个反秦拿 司机知道遇到狠人了 别墅内 刘亚南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 宁志将货交到刘亚南手里 刘亚南反手将装有两万美金的袋子 扔到桌上 严解一概 拿钱走人 所以一路上一直有人在监视着我 对不对 你猜呢 我不想猜 因为我不想只做带货的骡子 我想出去见见大使 严霸宁志起身离去 刘亚南叫停了他 没有过多的言语 一个地址 十点交货 此日 宁志乔庄改办成了一个骑行爱好者 按照地址 他来到了一处院落 应路眼帘的是一个正在洗衣服的小女孩 他刚准备发问 只听女孩说的 小妹妹 我问你啊 是火的不 什么 是生活的不 一不 这么贵啊 你几岁了 十块 就这样 宁志跟着女孩走进了雨林深处 在一处高角楼外 女孩转身离去 留下一脸猛低的宁志 至此 宁志的卧底任务算是走上了正轨 胡京 金三角三大毒贩之一 心狠手辣四个字 用来形容他 在合适不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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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